没听错我空军广播驱离的就是澳洲军机 24号航舰出没我东北空域 从10点25分出现 10点52分 11点02分 11点19分 次度遭我军广播驱离 值得关注的是这架疑似P8A的澳洲军机 飞行高度从1200英尺靠近我领空逐渐低飞 过程中最低只有100英尺 而最后一次被驱离时高度200英尺 一度进入我方领空 学者分析澳洲军机从日本冲绳加手纳基地出来 这已经不是澳洲军机首次出没我周边空域 17号韩国海军战车登陆舰进入我东北海域 同一时间澳洲军机也飞进我北部空域 当时高度1600英尺 如今超低飞100到200英尺还进我领空 其实随着共机频繁扰台 美日军机近年几度出没我方东北空域 这回再加上澳洲军机被解读维护区域稳定 剑指中国 这些国家对围堵中共 就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这一架澳洲军机 他应该是在追逐 或者是监测水下目标 水下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共的一个浅舰 毕竟台湾属重要战略位置 在中共武力步步进逼下 我方盟友也用行动反制恶势力 三十一圈当时感情统台湾